中国小区高质量的寿命普遍只有8到10年 除了偷工简单的原因之外 中国物业的畸形发展也是阻碍小区无法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物业从来不是业主通过自由的市场竞争而来的 而是强制被开发商安排的 八成以上的新小区的物业其实都是开发商的物业公司 虽然说一个新小区的物业是要通过招标才能进入的 但是在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畸形式场里 物业的招标形同虚设 或者说你买房子都要被开发商挑 更何况是物业了 终于买了套房子还多了一个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将来你都要不离不弃供养的一个妈 那这个妈还经常跟你唱对头戏 那烦得不行还不得不听 所以很多小区的快速衰败是从物业开始的 就跟机器没有良好的保养就很快会生锈死尖 那小区没有好的物业保养 交房的那一天就是你小区的巅峰时刻 往后永远再走下坡路 去看一个小区的物业好不好 前五年只要去看小区的绿化就知道了 因为好看的绿化养护的人工成本是非常高的 那为了让用户心甘情愿的为高房价买单 往往你去买房的时候 那设计的绿化那叫一个好看 样板房附近用的植物呢 也是比较昂贵的品种 大家在交房的时候 也能看到这个昂贵且错落有之的绿化的最后一页 但是为了让绿化一直保持错落有之的造型 就需要工人一直去修剪草地灌木 该除草除草该做造型做造型 那大型的桥木呢还要定期去修枝 如果一直保持交房时的绿化标准 物业每个月凭空要多出20%的人工成本 所以呢往往在小区交房的一到两年内 那些错落有之的绿化 慢慢就变成了像卖冬鸭掌木这种 日常不怎么需要养护的植物 那业主来问呢 为什么原先的植物没了 那不是光照不好 就是排水困难养不活 而且还是有绿化的呀 业主也只能哑口无业 所以当两个小区的绿化率都是一样的 高端小区高物业费的绿化 就是比一般小区的绿化要好看很多 毕竟单单这项成本就能相差20% 为啥交付五年的小区看绿化呢 因为像设备四五年内基本都不怎么换 哪怕是坏了 也主要是在水井电井设备用房里 你平时其实也看不到的 就算是电梯坏了 跟交付的小区入住率低啊 只要不影响你的正常通行 其实你也不在乎的 下意识就去忽略了 另外呢像保安 从30岁换到40岁再换成50岁 巡逻呢从两小时一次变成半天一次 保健呢从半天一次变成一天一次 另外还打着垃圾分类环保的旗号呢 把你楼层的垃圾桶呢都撤掉 甚至说我们要响应政府的号召 几栋楼才设置一个垃圾回收点 还要现实开放 那这样保健的人工啊 又可以减少几个 当然看小区好不好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看点啊 就是广告 你看你电梯内外入国大堂 车库门闸到处都是广告 另外还有一些像什么自动售货机 公共新能源充电桩 只要在公共区域能赚钱的事情啊 物严呢都是来者不倦 毕竟一般一个小区的公共收益的 50%都算作物业公司的管理费用 那另外的50%啊 你也不用多想 跟业主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 当你看到三八妇女爵送花 端午节送爱草 中秋节包月饼小活动 恭喜你 另外的50%的公共收益就被花完了 顺便呢 物业还可以花点钱 找点媒体报道一下 我们的物业 星系业主 至于交付五年后的小区啊 那就是业主和物业双方的精彩博弈啊 你能看到36期中的任何遗迹 交付五年后的小区 你会发现物业不是说电梯要大修 就是消防设备要全换 目的呢 只有一个 让业主同意动用物业维修基金 大家都明白 物业为什么要开始动用物业维修基金啊 那这个时候 基本业主也想成立业委会来监督物业 但物业肯定不希望有个人管着自己用钱 于是呢 物业往往开始会打电话啊 开始回房满一度啊 目的就是为了找刺头 找到刺头呢 就开始逐个攻破 那威逼利用之下 总能拿下刺头 至于怎么威逼利用 大家可以看评论区啊 毕竟都是大家经历过的事情 基本小区开始快速衰落 也就是在成立业委会的这个节点 因为赞成成立业委会的业主 会议业委会还没成立 暂时不交物业费 反正拖欠物业费 物业也不能拿业主怎么样 那物业收不到钱呢 就会更加千方百计 拉广告来赚钱 后面呢 就是物业的收缴率越来越低 物业的服务呢 越来越烂 直到换个物业 重复以上的流程 但怎么说呢 其实业主也不想着 从公共收益上去赚钱啊 也想着物业要是能服务好 我也就按时交物业费 但是呢 物业作为一个服务机构 天然上就不可能同时服务 几千个在同一场景里 有不同需求的业主 举个例子 外卖员能不能骑电动车进小区 对于单身或者没有孩子的 肯定希望外卖能直接送到门口 但是呢 如果让进 那有孩子的业主肯定会觉得 小孩在小区玩 有电动车来来回回 肯定不安全 那这件事情上 物业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那在高端小区啊 搞了让物业从小区门口 拿到业主的外卖 然后再送到业主的门口 那这物业费啊 哪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得起的 那高端小区也搞不定 小孩哭闹宠物乱叫的噪音问题 物业除了能上门协调 其他什么也做不了 噪音业主呢 双手一摊 你来 有本事你让他不哭 那投诉业主呢 我不管 我每年交物业费 不就是让你解决问题的吗 那这点问题你都解决不了 那最后物业也只能变为一个出气筒 其实呢 还有像保安的小区出入管理啊 装修管理啊 地下车户管理啊 搬运管理 小区上千人 总有人满意或者不满意 毕竟众口难调嘛 而且说的难听点 上千人的小区 总有几个人三观不太正常 总是会扯出一些离谱的操作 那对于物业的工作人员来说 不是谁天生出来工作 就是老油条的 但刚毕业的物业工作人员的 一腔热血 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除了吃亏 其实什么也得不到 所以物业人员慢慢就变成了 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 不跟你讲人情 该我做的 我做不该我做的 坚决不碰 当然对于业主来说 这样的物业就没有人情味 发生了一点小事之后 慢慢也就不想交物业费了 于是呢 就陷入到了恶行循环当中去 大部分人对小区的物业 还是不满意极多 甚至想取缔这个部门 但是当下中国小区 治理逻辑中物业是必不可少的 为啥这么说呢 物业的一类人士流传了这么一句话 上辈子做了孽 这辈子才做物业 物业是背锅大侠 属于物公司的 电力电网的 地产开发商的 市政建设的 城管的 消防的 邻居的 燃气的供的 通通找物业公司 没了物业背锅之后 那这个锅最终会落到谁的头上 对吧 那中国的小区 动不动就是上千人 甚至是几十万人 一些小县城的总人口 还没人家一个小区人多 正常来说 一个庞大的居住群 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机构 看中国原先的村镇就知道了 但小区里是没有管理机构的 只有服务机构 也就是所谓的物业 但物业作为一个服务机构 却经常在实际行使着管理权 平时可能不明显 但过去三年 小区保安直敌业主人心的灵魂三问 你是谁 你从哪来 要到哪里去 上海疫情期间 各种物业的骚扫度 更是数不胜数 但其实管理和服务 是很难不冲突的 我们在生活中 你只要发现一个人 或一个机构上 兼顾了管理和服务的两重职能 它必然是侧重于管理的 而不是服务 毕竟谁不想当人上人的管理者呢 一个管理与服务兼顾的机构和个人 想要让他侧重去服务 唯一的办法就是强有力的监督和惩罚 我们国家现在虽然有物业管理条例 但是现实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根本无法通过现有的物业管理条例来解决 第一是业主居住小区的体验感 和物业费的收缴无关 属于强制缴费 业主作为买方没有权利去评价卖方 这也是过去十几年物业最激情的地方 小区业主选择物业是没有自由选择权的 物业市场到现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垄断市场 如果小区业主能够自由选择 充分市场竞争的物业 物业公司必然不得不通过更好的服务 来换取市场的口碑 第二则是业主和物业发生纠纷的时候 是没有维权途径的 因为像物业维权只能是集体维权 也就是全体业主 但有句话说了 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 三个人是三个虫 根本不可能集体维权 毕竟很多事情上都是个别业主与物业有冲突 所以业主只能憋着 最后以不交物业费为最后的抗争手段 不过我觉得在把房价的泡沫刺穿之后 物业才能充分进入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 以后的房子可不像现在一样 还没建到钱都已经交完了 而在房子建完后的几年 才慢慢的把房子卖完 那这个时候物业作为一个小区的品质保障 必然需要一个经过市场厮杀的优质物业 才能让小区的房子卖得完 自由竞争的市场是小区物业服务好的机势 没有自由的市场竞争 其他的一切都是净花水月 空中阁楼 所以我们上升级的一切肉费 我们上升级可以的两个龙质 的人物zin的市场